上军啊 我先走了 这是秦法奠基者 迎去梁 最后的弥留时刻 他握紧商鞅的手 做出了最后的交代 还是你说的对 秦国 要放置 在做出最后的交代后 六十只鱼猎的起点 雄才大略的迎去梁 闭上了眼睛 随着秦孝公的声誉 秦国来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新法与旧志 在这一时刻 迎来了最激烈的碰撞 而此刻关押着商鞅地牢里 一个不速之客 却悄然而知 正是未来 大秦的第一位王 秦惠文王 迎四 以知识级解决的商鞅 抬起头 看着眼前 稍显稚嫩的迎四 面露微笑 秦军能来 商鞅已赶胡汗 但是 我总有一种 以后你长开了 会长小胡子的错觉 迎四 没搭理这话茬 直言道 若迎四问证 商君 敢叫我否 迎四所问三侧 商鞅都一一作答 看着迎四 谦卑恭敬的样子 商鞅势然一笑 秦宫持终沉沫 仙君可以无忧了 仙君可以无忧了 迎四旁边上一座 亲自给商鞅真酒 送别商君 渭水旁 白雪落下 商君生死 秦国的双天至尊 尽属夭折 旧时代的残党老干龙 抬起头 看着漫天的飞雪 老夫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此时此刻 天下诸侯的目光 都放到了秦国新君的身上 可万万没想到 秦四上位三年 直接开摆 一摆摆了三年 什么救治心法 统统不管 在后宫里开心玩耍 老爹跟他说 下个赛季 带着秦国开冲 秦四比了个OK 直接那就开摆 整整三年 你知道秦四是怎么过的吗 那直接赢麻了只能说是 总之 随着魏国使者的到来 这个后继之君 终于来上了一次早班 毕臣奉我王之力 神要秦军 旁臣官礼 赢四装模作样 看了半天的主角 连连叫好 接着 迎四一句话 就让老干龙的血压 蹭蹭往上冲 魏使表示 我王定然同意 只要你把何夕之地交出来 俺们就可以结成 护王之力 哥弟相王 迎四满脸对着笑 偷出一个和蔼可亲 我大秦 什么时候 做土地做交换的先例 这可是追心之痛 失国之辱啊 我是去相王 又不是去陈府 魏使骨头也很硬 这话说完 迎华直接一剑 架在魏使脖子上了 老牌军事帝国是吧 当初三个月要命大秦的魏武族呢 还巴巴啥 再多说一句 我宰了你 迎四笑呵呵的起身 看着已经怂成一团的魏国使者 说话声音都和蔼了起来 年轻的魏使还不知道 在战国争雄的年代 失去魏武族的魏国 已经失去了昔日大哥的雄风 这一顿输出下来 魏国使者直接就先溜了 可迎面就撞上了三个白袍戏子 秦国正爹 此刻上演滑稽表演 三个灵人围着魏国使者 整起了大活 嘲讽魏王三番五次的相王行为 这赤裸裸的讽刺 让魏使头都抬不起来 这灵人表演的正是 魏汇王恳请齐国一起相王的场景 汐嚷热闹 惹得秦国大殿 充斥着欢快的笑声 难以想象 昔日的战国第一豪强 大魏国居然沦落如此 说完这句话 魏使退出了大殿 却被叫住 迎四满脸微笑 交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国书 秦国愿以齐国魏国 护称为王 而迎四也展现了自己的手腕 即使身体再摆烂 却能知晓诸国动向 折服三年 这是要一鸣惊人呢 作为旧时代的残党 老干龙直接上前来 先手一句 一席话说的不可谓不激烈 迎四却仍旧是笑呵呵的 言语却如同刀剑 做出了最铿锵有力的回应 接着迎四就展现了 自己长远的大局观 其位为何相亡 这是意图亏我大秦 听到迎四这般铿锵有力的回应 老干龙的拐杖 重重的扣在地上 扭身离去 一众老臣 齐齐跪在地上 苦苦相劝 但迎四似乎早有准备 一众假释 齐齐把这些旧派老臣 请了出去 一夜之间 大秦朝堂上的守旧派势力 该下放的下放 该革职的革职 除了老干龙历经数朝 政治地位超反外 旧治一党 彻底失去根基 老干龙要拼命了 一只汪汪直将的大藏袄 引起了一代智将迎四的注意 一旁安静看书的迎四解释道 这是爹打一渠的时候整来的 一渠人说 他是神犬 你要这么一说 迎其就明白了 一遥抵三胡 三遥陈航母 迎四看着主角 冷着一张脸 感情 你说我养这玩意儿 玩无丧志是吧 迎四是连连否认 两兄弟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迎其还吹了一波神犬 表示 给他个机会 他没准能和东北京剑层碰一碰 迎四表示 你可拉倒吧 这玩意儿 这神犬养在神功之中 一代不如一代 接着迎四平散的仆人 询问起了蓝天大营练兵事象 显然 敏日的迎四也意识到了 咸阳城中的风声鹤唳 眼下他要出去向王 无疑是引蛇出洞 让老干龙 自洗嗝跳出来作妖 倒是好一网打劲 暗似说的是这只一驱神犬 何曾说的 不是躺在功劳部上 吃老本的守旧贵咒 曾几何时 老干龙也作为改革先锋 为秦宪宫推行新政 老秦宪宫在位期间 秦国肌若难返 为了图强 宪宫和老干龙携手 一起改革 废除人心制度 减少人口流失 前都越洋 脱离老士族阶层的力量夺权 培养新兴势力 推行出秦为市 开放市场商旅 让壁色的大秦的市场 得以流通 让其余六国的商品 涌入秦国 给大秦带来了 重夺河西的经济 可老话说得好啊 屠龙者忠诚恶龙 老干龙 为了维系自己的既得利益 终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联合大卫王暗杀赢寺 而负责暗杀秦军的这支部队 就是曾经的天下强军 魏武族 当然 踢足球 也是他们的训练项目 不过 这对抗的激烈程度 多少是沾点少林足球的意思 就这对抗强度 他们的将决 依旧是看不下去 这是促鞠 是功夫 你们就这么提促鞠 战场是要死人的 球场是要输球的 越南输完 输齐楚燕寒赵秦 然后就没得输了 你们不行 看我的 接着 这位公孙衍将军 结结实实的 让诸位士兵们 领略到了 什么叫促鞠 是杀人计 这一巴掌下去 少说二十年功力 一般人真承受不起 就在公孙将军 培养大卫国家队的时候 一个任务 却落在了他的身上 那么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委屈远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